人总是要给自己出题目的 这到岁末了嘛 就老想用一句话来总结我自己的2023年 这个题目实在太难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答案 反正我的2023年过的是五味杂陈 百感交集 但是这句话我还是找到了 怎么找到的呢 其实这句话你也听过 你坐飞机的时候会听过 话说今年某一次坐飞机 我又听到了这句话 当时我是虎曲一震 大腿一拍 这说的不就是我的2023年吗 这句话是 请你系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调直坐以靠背 懂得都懂 回想起来还是要感谢这句话 因为在我内心里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 我毕竟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我可以系好安全带 收起小桌板 调直坐以靠背 坐一趟飞机 这句话至少要听两遍 起飞一遍 降落一遍 如果遇到颠簸 还得再听几遍 今年的就要到了 祝各位 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 度过颠簸 安全降落 准时起飞 欢迎回来 此刻我们是在深圳春检体育馆 如果你在直播间里收看本场演讲 在直播间里打出来 你在哪里 这里是由真正卫视全球直播 抖音 今日头条 西瓜视频 得到APP 同步网络直播的时间的朋友 跨年演讲 今年是第九场 也是倒数第十二场 跨年演讲到了第九年了 坦率地说 它也有一个审美疲劳的问题 所以我就不得不追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在跨年的时刻 你为什么要听一个中年人 跟你唠叨四个小时呢 如果我觉得是为了 听我指点江山输出评论 那肯定是我出问题了 回去该挂号挂号 该吃药 因为你也不会喜欢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所以现在站在这个台上的我 到底对你能有什么用呢 有的人说有用啊 在罗胖的PPT里 可以找到好多金句 能用一年啊 但是这一点点用处 不足以支撑这个舞台 所以对你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真的很折磨我和我的同事 这让我想起来 当年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上学时候 听说过的一个段子 话说我们电视系的一位师兄 有一次呢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 是要交一条片子 要知道编辑一条纪录片是很复杂的 你得拍 你得写词 你得编辑 你最后还得合成 所以这个作业通常是要用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 这位仁兄呢 特别地佛系 一直到了第二天要交作业 头一天晚上还啥都没干 那怎么办呢 所以头一天下午他跑到戏设备室 借出了一架摄影机 打开镜头盖 开机 就拎着这个摄影机 在校园里面就这么 在地下就这么溜了一圈 大概的意思就是 现在在视频里看到的这个 直接就把这个片子 一刀没剪 没有编辑 就交上去了 万美想到的是 这份作业得到了老师疯狂地表扬 为什么 因为他给这条片子起了一个好名字 《狗眼看世界》 这个段子听起来很荒唐对吧 但是他对我此后几十年的工作 都带来了巨大的启发 他告诉我 世界虽然还是那个世界 但只要咱们肯换角度 哪怕只是镜头的位置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总能看见全新的东西 而且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我想这可能就是跨年演讲 对你的用处吧 这个世界总不能全是热点和流量 总有那些东西 它对你非常有用 但是它藏在各个角落里 它不作声 它没有流量 所以你也需要一条巡回犬 帮你叼回来 是的 今年的跨年演讲 我就是用这条金毛的精神来准备的 巡回犬 就像这只金毛犬 我到草丛里 到泥坑边 到树荫下 到视野外 一旦发现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我就咬住不放地叼起它 似提翻飞地跑回来 气喘吁吁地给你看 那作为一条巡回犬 我又有什么信心 觉得我雕筑的这个东西对你一定有价值呢 因为人间 尤其对我们这些做事的人来说 左不过就是那些难题 而每一个题目都绝不止一个答案 而真正有趣的答案 往往在你的视野之外 先说一个今年我遇到的一个 我自己觉得挺受触动的答案 这个人叫林森 是在云南昆明经营着一家柠檬茶品牌 叫麒麟大口茶 公司不大 今年我有幸去问他 我说你们这个行业怎么样啊 他说卷得要死 打开手机给我看 你看这是我们这个行业今天上新的新品 好几十个 就这么卷 那我说卷着能好点 他说不行 长期会更卷 你想 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三十年之后 即使什么都没有变 我的目标消费人群少一半 而且那个时候年轻人少了 我的用工成本会飞涨 所以干我们这行很难 听起来这是不是一个对未来很悲观的人啊 那我就接着问他 那你怎么办呢 你是死扛着 还是干脆改行 他说改什么行啊 研发呀 在过去一年里 他就在琢磨一件事情 我有没有可能研发一种电型 有一种电的形态 我只用一个人当班 就能运营一家茶饮店 那如果这真能做到的话 当然非常好 因为如果只用一个人 就能运营一家茶饮店的话 你人工成本下来了 你电租可能也下来了 因为店面可能会小一点 你的管理成本也下来了 但问题是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各位总区喝过茶饮 至少得两个人嘛 一个人负责介绍产品和收银 另外一个人去做这杯茶 林森就问了 说如果非得设一个人介绍产品 那会不会是因为产品 SKO多了呢 我能不能干脆就砍到 就剩一个呢 那我这个人不就省下来了吗 好吧 就算你砍掉了这个人 店里还剩一个人 难题也很多啊 还有很多事情要攻克的 比如说店里只剩一个人 那你就不能转身 屁股对着你的顾客 所以要把后面吧台上的 所有设备 集成到前面的吧台 而且因为他有一个人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设备 集中在他的臂展 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他站在那儿 一步不用走 就能够得着所有设备的操作 大家想想 这是不是一大轮研发 那这还没完啊 因为一个人面对顾客 大眼瞪小眼 你的那个动作 就必须得有观赏性 得优美啊 所以又得去研发 林森请了大学里的武术老师 来给这些小哥哥们 做动作指导 你看 这个动作都是带范儿的 得有观赏性 再比如说 一个人的店面 它会不会显得 冷清和单调呢 没关系 研发呀 他们研发了全新的店面 在装修上装进了 大量的人的表情 夸张的表情和笑容 热人闹闹的 所以看起来 一个人也能很精彩 这样的店 是不是看着还挺棒的 那这个店型 能不能赚到钱呢 在商业上 能不能走得通呢 林森告诉我 现在还可以 他目前在昆明 103家店 其中有48家店 已经完全实行了 这种店型 其中有一个店 一个月的营收 一家茶饮店 居然只有3万块钱 好惨淡 但是因为用一个人 所以成本低 这一家店居然当月 还发现 挣了1万块钱 所以林森就跟我说 研发了这个店型 我对我的这盘生意 将来的存活能力 信心就提高了 我不是茶饮街的内行 我不知道这个实验 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 反正祝愿林森 愿他成功 而我今天把这个案例告诉你 是因为他触动我的地方 不是什么商业上的技巧 而是他在2023年 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乐观者的样子 你发现没有 林森对未来是乐观吗 不是啊 他觉得未来会很可怕 乐观者不是傻呵呵地相信 永远阳光明媚 乐观者是觉得明天要下雨 就乐呵呵地去找伞 区别就这么一丢丢 什么经济周期 什么人口结构 这种大的变局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 我们又能拿它怎么样呢 我们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情 不过就是在给定条件下 怎么行动 让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点 一行动就有创新的可能 突破也就在其中了 就在前两个月 我和那个著名的媒体人李翔老师聊天 我就问他 我说你平时饭局特别多 那在饭局上关于未来 大家是悲观多还是乐观多呢 李翔说都有吧 但是有一个现象 就是岁数大的偏悲观 岁数小的偏乐观 然后他一扭头问我 罗胖 你是悲观还是乐观 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能怎么回答 我说乐观 必须乐观 因为悲观乐观是小啊 年不年轻是大呀 但是大家深想一层啊 其实所谓的年轻 指的并不是岁数的大小 而是对自己状态的一种认定 我还能不能干 我能干 我就得年轻 我要是觉得自己啥也干不了了 甭管是因为外界 还是因为自己 那咱还真就是老了 顺便说一句 今天我们这场跨年演讲 又回到了深圳 这也是我喜欢深圳 这个城市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经常说深圳 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不就是因为 它充满了行动的能力吗 各位 如果你此刻不在深圳 你在我们跨年演讲的直播现场 你稍微感受一下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到深圳 这里到处都是热气腾腾 老哥哥 二话不说 凑在一起就是谈业务 小姐姐一言不合 打开电脑就做PPT 这么密集的奋斗人群 真的我也算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了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都看不到 这么密集的奋斗者人群 谢谢深圳 我听说深圳地铁关门的速度 比其他城市都快一点 深圳人经常自嘲说 我们就是搞钱 听着挺没劲的 但是我跟深圳人了解的越多 熟悉的深圳人越多就知道 为什么他们这么说 因为跟你不熟 说不着 所以深圳人是用搞钱这两个字 他觉得你可能比较能听得懂 在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当中 只有深圳人用搞钱 这一个行动的名词 作为自己的标签 如果已经有三四年 你没来过深圳了 我强烈建议你找机会来一趟 来一趟深圳 你不仅会看到一个热火朝天的深圳 你来深圳之后 你还会反观自己 看到自己生命中 那个热火朝天的部分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也是关于行动的故事 今年有一个热点话题 叫消失的课间十分钟 有些学校出于各种各样的顾虑 就在课间十分钟的时候 不让孩子们出课堂 下楼去操场 出于安全的考虑吧 所以大家都在讨论 这不是办法呀 咱得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呀 你别忙着下结论啊 因为任何一个常态的问题 变成了热点事件 一定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特别难 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你说孩子都下去了 那老师顾虑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呢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的 如果你是教育领导部门 或者你是校长 你会怎么办 怎么把这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啊 付个文件 搞个规定 派一组巡察员 到了课间就把孩子轰出去 今年我就听到了一个新答案 这个答案来自于我们跨年演讲的常课 李希贵校长 李希贵校长现在已经从北京十一学校退休了 他现在是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的校长 那你猜李希贵校长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他会保证这孩子的十分钟 还是会延长这课间的十分钟 不 他反其道而行之 他居然把课间十分钟改成了课间五分钟 你没听错啊 北京第一实验学校课间只有五分钟 所有听到这项改革措施的人 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这样 我当时也是啊 说五分钟 孩子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够啊 你儿这么说 李希贵校长就来劲了 对啊 他就开始反问你啊 学生为什么要集中在课间上厕所呢 为什么不能随时想上就去上呢 根据他的教育理念 什么叫学校 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浓缩和预演 那请问 你在单位是规定时间上厕所的吗 在工业社会 人可能确实要准点上班 准点吃饭 甚至规定时间上厕所 但是未来这帮孩子长大了 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啊 大部分人的工作的节奏是自我调整 自主规划的 现在很少有公司在规定 什么时间 你只能在什么节奏下去上厕所了吧 所以在第一时间学校 在课堂上 如果学生觉得我要上厕所 连招呼都不用打 起事就去 想去就去 好了 问题来了 那如果学生想去就去 说得轻松 课堂纪律怎么办啊 老师讲课的那个连贯性怎么办啊 你看 有意思的事情又来了 李希贵校长说 正好啊 倒逼教学改革啊 因为学校从来就不主张满堂冠 要多元化教学 但是这个理念是很难落实的 现在好了 老师必须顾及到有孩子需要去上厕所 所以课堂上集中讲授的时间 就不会超过15分钟 老师是讲一会儿 就必须组织孩子讨论一会儿 而且在北京第一时间学校 他们为此把整个教学空间设计也变革了 根据学习任务的不同 一节课期间 学生分布在不同的空间里 各有各的学习方式 各有各的讨论小组 而不是传统我们上学那会儿 学生排排坐 跟老师大眼瞪小眼 所以学生 当他从集中讲授到分组讨论 又是三五成群的讨论 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去上个厕所 去厕所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 想去就去 课堂的节奏一下子就变得有张有迟 这就完了吗 没有 这个变革还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第一个连锁反应 你会发现在这脱堂的现象消失了 要知道在第一实验学校 实行的是走单制 跟我们上大学比较像 学生其实没有固定的教室 而要根据课程表 在不同的学习场景当中去转换 所以课间只有五分钟 只够一个学生从这个课堂跑到另外一个课堂 所以下课铃一响 学生站起身来就得走 因为下一节课来不及了 老师想拖堂 嘿嘿 不好意思 您没理由 还有一个附带的结果呢 连锁反应你可能也想到了 一般的中小学课堂开始时候的那套仪式也没有了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上学吗 一进课堂 老师往讲台上一站 然后就是起立 老师好 同学好 请坐 得有这套仪式 对吧 但是现在课间只有五分钟了 学生从校园的不同地方汇聚过来 进门的时间有早有晚 所以老师也没法怪他们 所以这套仪式也只好取消 你可能说不对吧 如果这套仪式取消了 那尊师宗教的传统怎么办呢 李希贵校长的答案也很简单 你在工作单位尊敬领导 需要领导好 同事好 请坐 这套仪式吗 如果成人社会不需要 那学校也不需要 尊重老师不靠这个 所以你看 这套仪式取消之后 师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这就完了 不 还有连锁反应 大家别忘了 每个课间省了五分钟 那全天加起来 可就将近省了一个小时啊 这一个小时时间怎么办 在北京第一实验学校 这叫自主时间 让学生自己安排 您随便 您是去讨论 去做实验 去发呆 去操场上踢个球 随你 学校没有安排 当然老师会从旁观察 发现问题 随时指导 那为什么这么做 道理很简单啊 在一个知识经济的 未来的成人世界里 每个人都要自主定义任务 自己规划节奏 这是一种能力啊 我们在学校期间 每一分每秒都被别人规定 一到单位 你就让这个人有自主性 这现实吗 这个能力什么时候培养 就得在学校的时候培养 所以你看 把课件十分钟 改成了五分钟 这一项改革 推动了多少事情 我还没有说完啊 还有一些副产品 比如说 学生需要在一节课后 快速地整理好 自己的书包和学习用品 然后飞速地跑到下一个课堂 对学生的自理能力 甚至是体能 也是一种锻炼 据说实行了这套制度之后 中午食堂卖的饭就多了 还有一个连锁效应 你可能没想到 就是校园里的霸凌事件变少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学校里 最容易发生霸凌的地方 就在厕所 学生集中扎堆上厕所嘛 厕所里又没有摄像头嘛 所以起冲突非常心发 现在好了 大家分头去 霸凌事件减少了 而且中小学厕所利用率是一个老问题 这次也改革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我听到这个例子的时候 真是在内心里发出一声赞叹 我今天给各位讲这个例子 不是想推广课间五分钟 这个具体的变革措施 毕竟每个学校的约束条件不一样 我也不是想讲什么教育理念 而是我想通过这个例子 让大家看看 一个具体行动的价值 对 行动的价值 刚才我描述的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里面 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这里面有好多观念的变革 比如说课堂教学应该怎么设计 老师该不该脱堂 该不该有课堂开始的仪式 学生该在多大程度上自主学习 这都是观念问题 如果要把这些理念全部讨论清楚 然后再落实 不好意思 那就永远也落实不了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老师该不该脱堂 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吧 不该 对吧 但是老师嘴上不说 心里会嘀咕一句话的 脱堂是为了我吗 我多讲五分钟我不累吗 这不都是为了学生好吗 只要老师心里还这么想 哪怕他不说出口 脱堂现象是不可能根除的 而李锡贵校长通过这一个动作 把课件十分钟改成五分钟 变革的齿轮就开始转动 争论就停止了 理念就落地了 这就是把问题具体化到动作的价值 我们经常向李锡贵校长请教 他有一句话 他经常说 他说人怎么才能解决问题 不是天天坐在那儿讨论理念 而是要到这个世界的真实场景和行动中 简单说就这六个字 一具体就深刻 深刻从来不来自于道理 而来自于具体的行动 我自己也很惭愧 因为过去我准备一场跨年演讲 我总是在写稿子的时候 力求多跟你讲一点道理 这个道理最好还是新鲜的 表达方式最好还是深刻的 但是站在2023年的年尾 我回顾自己这一年的生命历程 我最受感动 最有触动的那些部分 绝不是听到了什么新道理 所有让我眼前一亮的事情 都是因为一些特别具体的行动 这个人叫何藩 大家都认识 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 这几年的跨年演讲 我都会替他发一本记录 当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书 叫《变量》 今年是第六本 他的书我们一会儿再说 我先说说他今年做的一件事 何藩老师今年考下了一张电工证 恭喜中国 诞生了第一位有电工证的经济学家 下次如果何藩老师到你那儿去调研 你要是正好电风扇坏了 可以顺便麻烦他一下 那你说何藩老师考电工证是怎么考的呢 是坐在书斋里看看书 想问题 然后参加个考试 不是 他是真到了江苏常州技师学院 花了14天的时间 最后是以理论课99分 实操课100分的成绩 拿下了电工证 那你说 他是个经济学家 他甭管在书里是怎么写 他书里有一套道理 他为什么要考电工证 但是打死我都不相信 他将来要吃这碗饭 所以你说这张电工证对他有什么用 也许没什么用 他穿上鞋 披上衣服 出了一趟门 他进入到了未来产业工人的真实生活当中 他成了一名年过半百 还住过学生宿舍 还和其他学生几个食堂打饭 还去上课打卡交作业 还在操场上跑操的时候看年轻人谈恋爱的经济学家 那你说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2023年他内心是不是一定也有很多困惑 但是当他披上衣服出了一趟门的时候 他真的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变成了一个一边考电工证 一边思考年轻人的就业问题的 一边在养猪场里学养猪 一边思考轰货膨胀问题的 一边在重庆的山村里跟着农民学习怎么种花椒 一边思考货币问题的 这么一位经济学家 这个经济学家当然就和别的学者不一样 也许更深刻 所以刚才我讲了三个故事 无外乎就是这么一句话 一行动就创新 一具体就深刻 一困惑咱就出门嘛 2023年 每当看到这些走出门的具体行动 我经常会眼前一亮 咱们今年的跨年演讲 我可就这么讲了 我负责当好各位的军回权 给你雕回这一年 让我眼前一亮的那些事 接下来几个小时 我们会回答这些问题 开一家店 怎么能够尽快做到盈利 成本越来越高 怎么能省钱 行业卷怎么不被对手牵着走 传统行业怎么用好人工智能 创业怎么找到全新的社会网络 那在12点之前那一部分 我还会发布我的一个项目 虽然这个项目是我的 但是我要把后半生全部打进去 如果你坚持到最后 听完本场跨年演讲 你不仅会听到我要干什么 你还会听到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希望我的那个姿势对你有启发 今天晚上我们约定好了 你一边听我讲 但是我恳请你 你心中要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看看你自己的那些老问题 能不能在别人的干法中找到新答案 考大家一个小问题 这个问题很小 但是今年算是把我给教育了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请听题 假如你开一家超市 你会把鸡蛋放在哪儿 是门口还是里边 这个问题问我 里边对吧 刚才现场已经有人抢答了 对 我的水平跟你是一样的 这道题我太会了 鸡蛋嘛刚需品 价格很透明 所以不可能在鸡蛋上挣到钱 所以鸡蛋就便宜点卖 这叫引流品 这叫商品组合中的引流策略 那引流怎么引呢 就是把顾客吸引来之后 根据动线设计原理 让它七弯八绕嘛 多逛一会儿嘛 多买点咱们的东西嘛 所以鸡蛋应该放在最里边 回答完毕 那这个答案 如果放在一个大超市 应该能得分 但是今年 我遇到了一个社区超市的老板 他说 我给你另外一个答案 不能放在最里边 要放在最门口 你看这就挺奇怪的 超市卖鸡蛋 通常都是赔本赚要好 你放在门口人买了就走了 这不白赔了吗 这个老板是这么说的 说不是啊 我们社区超市做的是邻居生 不能那么鸡贼啊 我们得当个敞量人 什么叫敞量人 就是食亏是在名处 你作为我的邻居 你来占我一回便宜 你来占我两回便宜 你占我一个月便宜 你还不买颗白菜吗 你总能形成在我这买东西的习惯吧 生意就是这么做的呀 这个答案是不是听着也有点道理 如果不是遇到了这么一位超市创业者 我坐在我自己的书房里 把我的头想破了 我也得不到这样的答案 你看 即使是这么小 这么具体的一个问题 在理论上我们会有一些标准答案 但是在真干这件事的人那里 你还会得到一堆参考答案 刚才我们说的是答案 但是你去看看别的买卖人 有的时候你还会得到全新的问题 对 有的问题我们也问不出来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经营一家奶茶店 你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你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 我能够想到的无非就是产品研发 店面选址 怎么引流 怎么搞流量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问题 但是今年 著名的投资人魏哲 给了我一个新问题 他说对于一家奶茶店来说 有一个大问题 叫怎么消灭氮剂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超纲啊 这个氮剂不氮剂 这不是自然规律吗 这玩意还能消除的 他说能啊 你比如说要消灭一年种的氮气 很多奶茶旺季在夏天 而且是水果茶比较畅销 水果茶通常能占到60% 但是夏季的水果茶主要是冰的 那到了北方呢 那到了冬天呢 这就是氮气啊 怎么办 调品种啊 比如说五谷杂粮茶 比如说雪糯米奶茶 这些暖乎乎的冬季的热夜 所以一年的氮气是这么被抹平的 但这没完啊 魏哲让我大开脑洞的 他是说一周有一周的氮气 一天还有一天的氮气 也要坚决消灭掉 一天里面也有氮气 这没听说过的 他说有啊 你想 奶茶通常是中午之后 开始承担第一杯 一直卖卖卖可以卖到晚上 但是什么呢 上午就是单机啊 店面里面通常是空荡荡的 没有订单啊 那怎么消灭这一天中的单机呢 让上班族一早就进店呢 你只要想到这个问题 答案就很简单 上一台咖啡机早上就卖咖啡 至于你说什么品牌调性啊 我这个品类的坚守等等 对于具体干这事的老板来说 没那么重要 因为怎么消灭这个单机 这个问题是只有身在局中的人 他能问得出来 各位 你们设身处地的现在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奶茶店的老板 你现在就站在你店面的收银机的后面 你现在眼前看见的 就是上午店里空荡荡的 你心里会想啥 你心里一直在骂娘 糟糕 糟糕 房租付了 人员雇了 库存扑了 上午店里怎么没人 这就是你的单机 你是咬牙切齿要消灭它 对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 叫提出正确的问题 往往等于解决了问题的大半 你看 能给人启发的 不仅有参考答案 还有这样聪明的 身在局中的人才能发现的参考问题 今年我在向很多创业者请教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不仅是有好问题和好答案 而且好问题和好答案往往来自于其他行业 比如说今年我就遇到了一家奇葩企业 叫月会食品 我估计你是没听说过 他们是在河南省鹤壁市提现高村镇一个镇企业 当然他们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 自己是高村镇500强 他们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 一个制造企业的很窄的一个品类 就生产乌鸡卷 火锅用的 他们的下游主要是一些食品批发商或者是中端的火锅店 这家制造业企业听着很普通吧 也不大 但是了解之后我大惊失色 因为它是我见过的把精益生产的精神 发挥到极致的一家企业 什么叫精益生产 书本上的那些概念我就不给你背了 反正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撒字 叫不浪费 那月会食品做到了什么程度呢 生产线上的各种抠 我就不跟你聊了 那个太专业 咱们就看看它的办公区 约会食品的办公区能够做到 没有一张办公鱼 从总裁到前台全部站着办公鱼 你说这不是虐待吗 对啊 旁边看见有沙发呀 累了可以去歇着 这样一来 所有人的办公效率都提高了 咱上过班的人都知道 你要是站着摸鱼 那也太累了 那还有一项好处 就是你看 所有人都站着办公 工位通通拉通 而且台面架高 没有卫生死角啊 地面就会很干净 所以个人管个人的卫生 弱大一个厂区 月会无极卷 弱大一个厂区 居然只有一名保洁阿姨 不只是生产 他们在销售阶段 也做到了精益精神的不浪费 一丁点都不浪费 比如说他们经常有推销员 要到客户那儿去推销 我就看到他们的总裁 这位叫邓凡华 给他的销售人员上课的时候 就在讲 你上门推销 怎么精益化地迭代 过去这种上门推销 那人家老板不买 你能怎么办呢 不成功就只能算了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有精益精神的老板 那怎么能算了呢 这里面是巨大的时间 和资源的浪费 这就必须得消除 所以每一个销售动作 都有优化的空间 那我们来看看 月会无极卷是怎么优化的 他们的店面推销员 到餐馆里去推销自己的产品 第一条 不能开好车去 你别看这跟你的产品没关系 那些开餐馆的老板 一看你开了个好车来 心里就开始嘀咕 这好车肯定是花了我的钱 所以不能开好车去 第二条 上门推销食品应该带什么 带上样品就够了吗 不行 你带上样品 别人说好好好 我收下 将来我坐着吃 好不好 我再给你反馈 你以为你还能等到反馈 所以不仅要带样品 而且锅碗 瓢盆都得带上 现场做 现场吃 第三条 请问几点去啊 请注意 不能上午十一二点去 道理很简单吗 你上午十一点到了人家餐馆 人家正在准备午室开餐 人家忙啊 没时间搭理你啊 那你说我躲过午室 我下午三点去行不行 不行 餐馆忙完中午之后 从老板到员工都很累 这个时候要休息一会儿 店里甚至都不可能有人 那几点去啊 准确的答案是下午一点半 那为什么是一点半呢 因为这个时候午室高峰已经结束了 但是店里呢 稀稀拉拉还有一些客人 店长呢 这个时候心已经松下来了 但是呢 他还不能走 就这个时候上门 最合适 好了 你上门 你带着锅碗瓢盆 你现做给别人吃 请问做几份呢 长期的优化迭代 这书也有 很精确啊 做八份 那做好之后给谁吃呢 也是精确的 一份给老板 一份给总厨 这是店里话语权最大的两个人 那剩下六份给谁呢 给副总吗 给服务员吗 不 别忘了我刚才交代的一个细节 这个时候店里稀稀拉拉的 还有一些客人 没错 剩下这六份 要给店里剩下来的顾客 下面重点来了 大家都品尝完了 叭唧嘴 抹完嘴 作为销售员 这个时候你该开口问谁 这就是优化之后的一个动作要点 不能问老板和总厨 而要一个箭步冲上去 问顾客 我送您吃的这个小炸串 你觉得好吃不好吃啊 九块钱两串你觉得贵吗 咱们都有吃白食的经验 你好意思说不好吃吗 你肯定说好吃好吃 不贵不贵 好了 等这六串 等这六个顾客 在嘴里蹦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你想想看 会有什么效果 首先一个 吃东西啊 每个人都有口味偏好 你说好吃 我说不好吃 现在是顾客 而且是六个顾客 六比二 人家说好吃 老板心里 他即使觉得不好吃 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打鼓 是我的偏好问题 不是人家的产品问题 那还有一个效果 就这件事情 在老板那里就变了 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事了 不是一个供货商 要卖我一个新产品 我要不要买的问题 而是我的顾客 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而且不贵 我要不要满足 我的客人的问题 这个事的实质就变了 这种技术 在他们那里太多太多 你想 这是一整套经过长期组合 迭代出来的组合权 这能消灭多少客户 拜访时间上的浪费啊 我就这么简单地跟你一介绍 你是不是就觉得 他们的承担效率能提高不少 是的 但是约会的故事没有完 我重点要介绍的是下面 约会它毕竟是一个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企业 它永远会在一种压力下 上游要涨价 下游要压价 同行要降价 永远受这个加板起 这是制造业企业的宿命 所以约会就开始想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是我要在谈判桌上 跟我的客户 跟我的上游拼命地博弈吗 想着想通一个问题 他们哪是要压价呀 他们不就是想挣钱吗 那这就好办了 咱们帮它挣钱不就行了吗 所以他们就搞出了一套全新的打法 就是把我精益生产的这套神工 我炼成之后 我分享给我的上下游企业 他们的总裁邓凡华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所有的行业都是知识服务业 你说这不见了鬼吗 我们得到居然搞出了这么个竞争对手 那约会作为一个制造业企业 它是怎么做知识服务的呢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约会的销售员 到了他们的下游的食品批发商那里 那不是掏出样品 呱唧呱唧说我这个东西多好 它往往是带领客户一起打扫冷酷 请注意这可不是学雷锋做好事 因为在精益生产的理念中 这是很重要的5S当中的两个S 叫清扫和整理 这是非常好用的降本增效的工具 那比如说他们在南昌有一个客户 食品批发商 光冷酷27个 如果遇到旺季还要再租10个 现在好了 约会的销售员去了 袖子一晚就开始陪他们一起打扫冷酷 整理 一趟整理下来 老板发现 好像我并不需要这么多冷酷 就这么一趟打扫 全年省了15万 那你想想这样的供应商 这样的销售员在客户那儿 在甲方那儿能没有地位吗 据说他们有一个销售员叫阿聪 阿聪到了客户那儿 客户总是会这么说 说来来来 大家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 现在我们听聪总的 那你想这样的客户 它能营销不好吗 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食品批发商 进了货之后 往那一堆在批发市场 就那么开卖 那约会的销售员来了之后就说 这不行 这太浪费我们的销售卖场了 来 把货堆起来 用尽可能少的货 堆出尽可能壮观的那个堆头 堆起来之后再扯过一张A3纸 在上面写 先写上产品的名字 比如说月会无极卷 然后写上卖点 最后在A3纸的四周 画一个大红框 把这张A3纸往那一戳 你稍微有一点商品的经验 你就知道了 这肯定销售额就能提高一个比例 那反过来我们问一个问题 这招难吗 这招高级吗 这招新鲜吗 不新鲜啊 所有做零售的人都知道 这是雕虫小技 无非就是一点马堆技术 但是各位啊 我们今天说好了 我们是要用具体的精神来理解这个世界 道理归道理 但是就这么个简单的事 有的时候没人教你还真就不会 有的时候没人帮 你还真就做不到位 我找约会要了一张清单 他们的销售员到了客户那里 通常会帮客户做哪些事情 你看 从打扫卫生到设计动线 甚至是为客户做战略计划 他们都会 我们得到有一门课 主理人是胡光叔老师 胡光叔老师那门课叫 精益管理 他也是约会公司的顾问 他就说 约会公司刚才我说的这一套打法 有一个名字 叫客户经营改善型营销 说白了 谁也别小瞧自个 谁在这个市场中立足 都带了一些本事 一些知识 如果你能把这些知识 分享给你的上下游 你就能帮他们改善经营 帮客户赚到钱 顺便就把自己给营销了 你看 寻找新答案 我们自己心里的老问题的新答案 一定是要到书上找吗 一定是向本行学吗 不是 学到其他行业的基本功 就能形成自己行业的竞争力 各位没想到吧 这是河南一个村里的制造企业 也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发 好 刚才我说完约会这个案例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痒痒的 就这位邓总 你是不是想当面摁住他 让他给你把精益生产的理念和行动展开讲讲 没问题 安排 今年一月份 不 2024年的一月份 我们和约会的老板说好了 要组织一次走进约会 就去一趟河南鹤壁市一线高屋村镇 到时候邓总亲自带队 陪大家下车间 给我们搞一次知识服务 你看我们得到竞争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知识服务者都变成我们的老师 过去我们一说向先进企业学习 都是指的大企业 那些功成灵就的标杆 但是你不觉得吗 行动时代来了 大企业它当然很重要 它是我们创业的北极星 但是在具体行动上 它那个要治不了咱的病 有的时候 所以同样重要的 我们要向中小企业的同路人学习 我们是一起掺着手过河的同路人 我们此刻面对的问题 有的时候左右一看 他们那里刚刚探索出来的新鲜的答案 我们马上就能往自个儿身上用 这样的事要不要多来一点安排 在这儿请允许我为你发布一个新产品 得到新商区 这是一个到处都是新答案的商学院 这是一个创业者帮创业者的新社区 过去几个月 我和我的同事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研发它 要特别感谢前期参加的1500名创业者 他们参与了测试 参与了反馈 参与了产品的迭代 今天我把这个产品捧出来 邀请你的加入 就这么一个朴素的上新片 打此刻起得到新商学 就算是开门迎客了 我当年读商学院的时候 见过一句话 叫百战归来再读书 但是后来真的走上了创业这条路 就知道咱们创业者 哪有什么归来的时候 一直都得在战场上战斗 刚才这支片子里讲了 得到新商学的很多服务内容 什么一百节案例课 十二场趋势大课 专家顾问 游学参访 私动会等等 那下面我给你画画重点 看看如果你现在加入得到新商学 接下来的几个月 你有机会参与的那些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此刻就有伤心的 是一个测试 测测你有没有禀赋 或者做没做好准备做生意 当老板 这是我们委托花腹杂串的创始人 袁泽禄给我们做的一个测试问卷 咱们说好了 测完了有可能劝退 你此刻还不适合当老板 好 接下来重磅 十二天之后 也就是一月十二号 企业家领导力研修营 第一次开营 这个营牛了 我们特别请到了沈祖云老师主持 还有我们跨年演讲多次提到的李希贵校长 全程随班指导 也就是说老爷子一直都在 给你当同学 如果你想通过组织变革来激发心动力 如果你相信教育领域的经验 可能也能给你跨界的创新经验 如果你想学会用领导力的方式 而不是势必公亲的方式来激发组织活力 欢迎你来这个班上当同学 我自己也在这个班上 那一月份我们安排游学参访 除了我刚才说的约会 还有河马村 零数专家 黄碧云老师 辛苦你 你要现场带学 看怎么精细化地运营供应链 一月底还有一门案例课上新 我们为你请到了莱芬的创始人叶洪新 这个企业可厉害了 我会让他亲自跟你讲讲 怎么做爆款产品 咱们一起问问他 是怎么把高速电机 从单价300块压到单价20块的 他的那个案例课是我自己采访的 我先听为快 然后很快会放给你 好了 到了二月份 我们又是一系列的参访活动 我们会去到一家生鲜电商公司 叫西域美农 这家公司的特别之处 你可能闻所未闻 就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枢纽部门 是客服部 这件事情为什么能做 为什么要做 到时候我们听他讲 现在课程1月2号 线上版本就上线 然后到线下的游学 如果你现在加入 得到新商学的会员 线下参访 马上就可以报名 那3月2号是刚过完春节 马上就是一个重磅 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周欺人老师 现场讲透民营企业如何用大跨读布局实现突围 说白了 怎么出海 那过年之后还有一件大事 2025年海南不是风光了吗 到时候我们会请您辛苦一趟 带队咱们到海南自贸港走一趟 请四大重点园区负责人 我们都联系好了 面对面跟咱们的游学会员讲一讲 南的新政策能给今天的创业者带来什么样的新机会 4月份之后我们安排的活动也很多 现在已经敲定的活动 大概是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制造业出海的明星企业安客 这家企业我也是自己采访 脑洞大开 他们的老板杨蒙非常nice 他答应我了 他们公司很少接受什么游学参访 一年最多一次 2024年这一次就给了咱们得到新上学 我们会去广州看集飞 看无人机公司是怎么做递推生意的 我们还会去重庆 这是6月份的时候 我们去看一家公司叫马爪爪 它是怎么运营加盟商的一套非常独特的打法 6月份我们还会去美国硅谷 看看未来商业的想象空间 当然我得承认 我不能吹嘘得到新商学已经很好了 它在等待你的加入把它完善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新商学会员策划的 只有新商学会员才能报名 反正你有什么需求 咱们就两个字安排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长江商学院MBA给得到新商学的会员一个专属权益 只要你是得到新商学会员 直通长江商学院MBA的面试 学费减8万 你看我们出生一时就朝气蓬勃 老牌商学院对我们高看一眼 还是那句话 一具体就深刻 一行动就创新 而咱们呢 一困惑 咱就出门 2024年 只要你想出门 得到新商学 为你安排 那现在你打开得到APP 搜索新商学 就能加入得到新商学的会员 如果你此刻是在得到直播间里收看本场跨年演讲 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 也可以马上加入 当然 如果你加入之后不满意的话 30天之内随时无条件退款 而且今天12点之前加入 我们还多赠送一个月的会员期 坦率地说 得到新商学的会员 现在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产品 但是它怎么能成熟呢 它不得等你的加入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的加持 它才能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秉持的原则就这么简单 这个产品不靠别的 就靠创业者帮创业者 一起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咱们彼此搀扶 说到这儿 其实我想说一点内心的感慨 创业者帮创业者 咱们都帮点啥呀 那些打法 那些方案吗 不 远不止此 我自己就是一个创业者 我深深地知道 所有的创业者 在内心里面对着一个问题 孤独 那通天彻地的孤独 遇到事儿没人商量的孤独 遇到挫折了 你能跟家人商量吗 你会担心他的担心 你创新遇到卡点了 你能跟朋友商量吗 只要他不是一个创业者 他对你的处境 是很难设身处地 感同身受的 你决策遇到纠结了 你能跟你的合伙人商量吗 也不行 因为你是老大 你的合伙人还眼巴巴地 等着从你身上找到勇气呢 所以每到这个时候 咱怎么办啊 孤独的创业者 咱怎么办呢 刚才有一句话 别忘了 一困惑咱就出门 出门去到安客 约会 来分 这样的有特色的企业 去考察考察 咱们出门去找林森 邓凡华这样的 有经验的创业者 去请教请教 去找胡光书老师 这样的高人 给自己参谋 最好还有人 把这样的成功企业的经验 都总结好了 咱们带着团队一起 学习学习 咱们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咱们 找不到自己问题的答案 如果你在其他创业者的身上 能够感受到 这个问题 他也正困惑呢 我们一起抱抱团 瞿瞿暖吐吐槽 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 遭遇这个问题的人 我们是不是内心里 也稍微踏实一点 来 我邀请你加入 得到新上学 咱们一起去打两场仗 一场打败心理上的孤独 一场我们一起去赢得 生意上的成功 得到新上学 我们在这儿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吧 no bib